美国司法部公共事务办公室发声明表示 德州农工大学华裔教授程正东 参与中共人才计划 涉嫌串谋 虚假陈述及电信欺诈 周日被捕 周一首次出庭 声明说 53岁的程正东 从美国政府获取研究资金 带领小组为NASA做研究 条件是禁止与任何中国公司和中国大学合作 而程正东在此期间 隐瞒了和中国大学 及至少一家中国公司的合作关系 广东工业大学官网显示 程正东是广东省珠江学者讲座教授 2012年起是该校百人计划特聘教授 软物质试验室负责人 2014年与广东工业大学合作 成立佛山市隔位科技有限公司 而广东工业大学 是被美国列入实体制裁清单的13所大学之一 此外 程正东2012年 曾去四川大学电子信息学院进行讲座 美国德州南区律师瑞安·帕特里克表示 中国政府的人才项目 实在利用美国大学的开放与自由 这些利益冲突必须揭露出来 若违反法律 我们将追究责任 新唐人记者言希综合报道 院长 小 大 梵